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雄的YouTube频道 喜欢大雄节目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订阅 防止失联 5月31日 网络上出现一段俄罗斯炸毁象征 三国人民友谊的三姐妹纪念碑附近公路的视频 在位于乌克兰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的三姐妹检查站地区 俄罗斯人炸毁了一段公路 与切尔尼戈夫地区接壤的一段公路被炸毁 以防止乌克兰DRJ进入俄罗斯联邦领土 目前还没有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破坏的官方评论 三姐妹纪念碑于1975年开放 以纪念乌俄白三国人民的友谊 并连续几十年在那里举办了国际节日斯拉夫团结 5月22日在别尔哥罗德地区 他们宣布了乌克兰DRJ的出现 结果证明这是军团俄罗斯自由和RDK的战士 克里姆林宫政权的反对者已经控制了几个村庄 乌克兰国防部认为 俄罗斯联邦的内部起义已经开始 人民反抗不公正的政权 而克里姆林宫指责乌克兰挑衅 现在俄罗斯不光是在前线贪污色变 在国内更是上演着可笑的一幕幕 5月9日 俄罗斯刑事部门在莫斯科拘留一名 穿着黄澜相见夹克上班的员工 乌克兰恐惧症和对乌克兰在俄罗斯联邦 取得进展的一切事物的仇恨 这种偏执狂在俄罗斯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5月9日 至少有两名男子 仅因穿着黄色和蓝色衣服 而在莫斯科被拘留 其中一名被拘留者是亚历山大G 他是39岁的第五心理神经技术学校的雇员 他来上班时穿着一件黄色和蓝色的夹克 此前这名清洁工没有参加过任何 反普京甚至反战行动 然而 安全部队对他进行了 诋毁俄罗斯军队的指控 事实上 这个人被这个机构的老客人告发了 这增加了一种特别的辛辣 另一名俄罗斯联邦公民维塔利也被拘留 他在维利卡·德米特里夫卡上 身穿黄色裤子和蓝色夹克 高呼克里逊纳教派咒语 他和奥利克·桑德尔一样被带到了OMVS 指控他关于抹黑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 并在认罪书上签字 此外 大众媒体写道 莫斯科·特维尔法院将于5月17日上午10点 审理维塔利安 5月16日法院将审理第二个 身穿蓝黄香剑衣服的男孩的案件 通过上述的几个事件不难看出 现在俄罗斯高层全部都患上了恐怖症 现在的普京集团谈无色变 整得人心惶惶 民众苦不堪言 恐怖症的根结归根到底 还是在地暴英雄身上 从普京身边叛逃的安全官员 透露了普京的七大秘密 1.大部分时间待在住所内 各地的办公室装修的一模一样 2.非常重视自己的生命安全 达到了病态的程度 3.从不用手机和互联网 从最亲密的圈子里获得信息 4.出行时常用假车队和诱饵飞机 迷惑公众 避免意外袭击 5.新冠期间减少出行 害怕和公众见面 6.一切食物由生物安全中心检查 所有经手的文件由相应的工程师检查 7.用无法追踪的专列 在不同办公地之间通勤 自打响侵略战以来 普京强硬的演讲只会暗示内心的恐慌 而不是力量 普京在战场上的莽撞首次让他在俄罗斯 无可争议的伟大光环出现裂痕 尽管电视上不断出现关于战争的谎言 各种不同的声音也被压制 但乌克兰的现实与俄罗斯人客厅里看到的幻想 大不相同 以至于普京很难把事情讲清楚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的信息战在国外减弱的原因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俄罗斯损失巨大 战火都烧到了本土 动用战术核弹 距离130公里的圣彼得堡的英军美军会直接攻打圣彼得堡 莫斯科就比较晚一点 晚个十几分钟吧 俄罗斯权贵还不想那么早的去天堂 所以说就这样吧 俄罗斯放在加里林格勒的导弹还有核潜艇 的确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毁灭半个欧洲国家首都 然后大家一起迎接美好的未来 的确是很不错 瓦格纳的老板普里格金最近这两天 还在狂喷烧鱼骨的女儿 带男朋友去迪拜度假的事情 凡事不要太认真 这些权贵的子女们都活得好好的 乌克兰要是真把这些人的子女给杀了 那真的有人扔核弹了 要是他们子女没事 那就再等等吧 靠核武器是打不赢战争的 当年美国往日本投了两颗核弹 导致日本迅速投降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不了解核弹是什么 核弹在当时是一种新的武器 日本并不知道该怎么防御 完全是不知所措 假使当时日本了解核弹是什么 并且及时的修筑了防核设施 美国很难用核弹结束战争 日本也不会因为核弹出现那么大的死伤 二战结束后 已经将近80年 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对核武器进行了充分的了解 针对核武器修筑了防核设施 也开发出了各种拦截手段 核武器对于当今来说并不算一个新鲜事物 针对核武器的应对办法 其实已经出现很多 尽管不一定能百分百的消除核武器的所有伤害 但是可以极大的减弱核武器的伤害程度 以乌克兰为例 虽然乌克兰算不上多先进吧 但是当年苏联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美苏核大战 在乌克兰修筑了大量的防核设施 由于乌克兰是苏联的核心之一 因此也是苏联花大力度重点防范和保护的对象 苏联修筑的防核设施 能防多大强度的核攻击呢 当年美苏搞军备竞赛 双方都储备了数万枚的核武器 远比现在美额的核储备数量要多得多 苏联核储备最多的时候将近5万枚 而美国将近3万枚 因此苏联在乌克兰修筑的防核设施 是按照防御拥有数万枚核武器的 美国的宝核攻击架 还能生存的标准修筑的 而且一旦美国宝核攻击 用的还是战略级的核武器 那个时代不讲究什么小型战术级核武器 都是大型的战略级核武器 乌克兰能防范这么高强度的打击 俄罗斯假使用几枚小型战术级的核武器 能起到什么作用 改变不了战局 相反会使自己更加被动 以乌克兰的防御强度 即便俄罗斯把自己的几千枚核武器储备 都扔向乌克兰 也不可能灭掉乌克兰 乌克兰最坏的结果 就是地面建筑受到巨大损失 环境被破坏 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但是乌克兰人大多数躲在防核设施里 俄罗斯想把乌克兰人都灭掉 是不可能的 乌克兰的生态环境被破坏 乌克兰人就没法生存了吗 不至于 俄罗斯冒天下之大不韦 大概率会被世界各国灭掉 到时候乌克兰人可以移民到俄罗斯居住 那时候世界上不再有俄罗斯 俄罗斯的土地可能会被改名为乌克兰